再來看第五題 他說一半晶為R的金屬球 帶有Q的電量 則與球星相距二分之R之處 其電場強度為何 這個導體球的話 電荷一定會均勻分布在導體表面 這裡面的話電場都會等於 因為這裡如果電場不等於0的話 導體本身會有自由電子 電場不等於0的話 到最後電荷就會被排到導體上面 所以孤立導體的導體內部 電場都是等於0 所以這個E是等於0 所以答案應該選A